有激情愿意写 下次获奖不是表哥就是表姐 第六届宝破理想国文学奖 获奖作品及作者 万表流行力天出接地气 现在我们是在宝破第六届 理想国文学奖的一个现场 我身后这些是为了这个活动 特意推出的一个限量版 限量100枚 这个评奖是越来越难 据说在文学界 很多类似的奖项都已经办不下去了 而宝破的这个理想国文学奖 现在依然办的还是如火如荼的 跟别的评奖不一样的地方 理想国的文学奖 它是没有初选的 行为每个人必须把所有的参赛作品 都读一点 谁能支持这么艰巨的劳动呢 谁能就有多大的荣誉能够让这个评委 积极地参加这种评奖呢 宝破 宝破这个评奖 这次主打的口号叫保卫复杂 这个保卫复杂对咱们钟表爱的来说 就特别容易理解了 我们评价一款万表的优劣 其中衡量的一个特别主要的维度 就是复杂功能 而且他一提出这个保卫复杂的 一下子让我对这个文学 就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 某些评委说 这个获奖作品文学写作上 它的复杂性 它的丰富性 都是前所未有的 你看 在这也跟复杂在那边了 不过还是说表吧 跟你说这个活动办了六届 每届都有一个纪念版 这个纪念版呢 我觉得是特别之一说的 听说很多客户都已经开始下单了 它这个表牌你也看见了 赤霞红 在西方常常流行的这个红色 叫波根蒂红 但是我们这里呢 是赤霞红 而且赤霞红呢 跟这个玫瑰金的表格的组合呢 那真是绝了 所以我强烈建议你看一眼 趁这个表还在 这款表的型号呢 是6654和6126啊 一个是尺寸大一点 一个尺寸小一点啊 但是它们的机芯都一样 大家知道 一说宝破 大家公认的都是什么呢 所谓的业界良心破 这个业良心指的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的机芯打磨 这个机芯 它的最明显的外部识别特征 就是夹板的倒角 手工抛光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就不明显了 就是说你看不到地方 它也做了精心的打磨 这个表呢 我预计的话呢 在海外的朋友呢 也会托人来弄的话 各一百枚线上管理啊 比较容易识别的 除了赤霞红的表盘以外 再有就是金雕的摆脱了 它是象征着文学写作的一个图案 这个呢 是为这个活动专门设计的 所以说呢 它不是一个常规的系列 也很稀有 加上这个红色 所以宝破这一票干得漂亮 这颁奖典礼又开始了 咱们去看一下 第六届宝破文学典的现场 第六届宝破理想国文学奖 获奖作品 及作者 一团兼兵 梁志涵 歌曲需要保护 经济需要保护 文学也需要保护 第六届宝破理想国文学奖 颁奖典礼在北京盛大举行 奖项由瑞士高级指标品牌 宝破与我国出版品牌 理想国联合发起 旨在创立兼具公正 专业持久性 与国际对话能力的文学奖 入围者同样重要 费盈 宁不远 邵栋 王若虚 杨志涵 他们都获得 廖信家先生和理想国 看理想创始人 刘瑞林女士 共同颁发的 宝破青年挚友奖 及决选入围作品证书 四位入围者 均获得由宝破提供的 两万元人民币润笔费 以鼓励青年作家持续创作 宝破青年挚友 是一种身份 也是一种互相认可 他代表宝破 欣赏 鼓励青年才俊 也代表青年才俊 理解认同宝破的品牌价值观 哎呀 这个评选过程 可谓是惊心动魄呀 我看这评论之间都快打起来了 但是呢 有一样你发现没有 其实写作获奖 并不像咱们想象这么难 就拿这个获奖作者来说吧 人家呢 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 也不是什么学院派作家 但是呢 人家就是从小写为写作 其他入围的作者也一样 人家就是把写作当作一种消遣 一种放松 当作一种自我享受 这样的话呢 坚持写下去 又有宝破这样的品牌来支持啊 所以呢 你的作家嘛 是能够实现的 OK 第六届宝破理想国文学奖 就先说 丁老师 咱不表明吗 咱来这干什么呢 哎 这不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 开了一个画廊吗 大家有人家来看看 一直没机会 正好接着机会呢 也代表喜欢车的表明呢 看看Lutus这款新的车怎么样 你们这是一款电动车啊 万表流行力的粉丝里 如果有喜欢电动车的 我代表你们来看一看 据说今天这款车呢 刚刚在杭州打破了一个 它自己的圈速记录 Emea 知道吗 相当于Lutus电动车时代的Espirit 那应该我们讲的这些Lutus吧 Lutus呢 就是一个英国跑车品牌 但它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车身比较轻 擅长空气动力学设计 它好在什么程度呢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吧 他们在汽油车时代 Lutus曾经拿下过 无数个F1大奖赛啊 各种冠军啊 我记得他的创始人 说过这么一句话 动力让你直线上跑得更快 但是轻量化 让你在任何时候跑都快 这个啊 像我们玩车的呀 玩汽油车的 玩摩托车的话 都很认真 所以呢 咱们这回就看看 你的电动车 是不是也像你的汽油车 那么优秀呢 走 技术参数 我就不在这里白乎了啊 我就分享一下 我跟Lutus的总设计师聊的东西 车身侧面线条表现的还是Lutus的传统风格 驾驶舱略微前置 凸显的是汽油机时代 Lutus超跑的中置发动机车身造型 超短的前选也是Lutus一贯的强调的性能底盘的设计风格 铝合金和碳线维车身 现在都标配了 我问这个设计师 如果你只能说一个地方 你觉得哪个地方最有Lutus风格 设计师醒了半天 他说最后这个Procity风道啊 是他们的签名 这个是F1总结出来的 提高性能的 可惜民用汽油车很难用上这个设计 因为这个后面的空间要装行列啊什么的 但是Lutus的电动跑车上都有这种Procity设计 说这是跑车也不准确 因为Emiya 我忘了啊 这车叫Emiya 跑车性能 但后排空间也很大 他还说这车有个被动系统和主动系统 被动系统 简单的说就是固定的空气动力鞋装置 降低风阻 提高贴地性能什么的啊 这个主动系统呢 你看下面这个地方啊 这些板子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板子打开啊 关上啊 它是主动调节空气动力学性能 那是你自己看吧 这个音响系统 如果你是Hi-Fi发烧友的话 可能会有感 这是英国品牌KEF的 所以还是很吸引我的 怎么样 我们这种聊车的方式 你习惯吗 是不是漏了什么地方 或者是哪个地方说多了 欢迎你跟我们互动一下 让我们把车节目也说的跟表一样好啊 好了 谢谢你们 下次见